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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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事件里面时间表和时间的重要性 直到现在几点中的重要性 我们也看见整个圣经历史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以色列就像是一个先知性的时钟 接下来我们也看见 耶稣在门徒来问他 关乎末世的信息的时候 耶稣很清楚的回答 三个经文 不只是三个经文 但是我们上次看了三个经文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 专注来看这三个经文 继续来仔细的来研讨 第一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 第24章的三到八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有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是灾难的起头 第二个经文 仍然是在 马太福音24章 14节 这里说到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第三个经文 在马太福音 24章的30节到34节 那时 人子的兆头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拆遣使者 用号筒做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召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静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知道 人子静了 正在门口了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我们看见 当耶稣回答门徒 关乎末世的信息 或者是关乎 耶稣基督再来的 信息的时候 耶稣用了 这三个经文 就在马太福音 24章里面 第一个经文 好像让我们看 他比喻说 整个末世的事件 好像一个生产 那所有生过 小孩子的妇人 可能都知道 将临近产期的时候 这些要生产的妇人 会有症痛 这些症痛通常是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急迫 越来越痛 所以你在看 这整个形容 这末世的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看见第一个 他说会有产难之痛 生产之痛 我们看到第一个经文 在耶稣讲到 这个生产之痛的时候 他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第七节 第八节 讲到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个是残难的起头 我们如果去看 这个世界的走向 其实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整个世界的战争 跟这些打仗的事件 其实是没有间断的 你如果打开新闻 你会常常看到 特别是在中东 那个地方 很多很多的地区 其实仍然有很多的战乱 正在发生当中 接下来他说 多处必有饥荒 我们一起来看见 饥荒这一件事情 我查了一些数据 现在世界上 有10.2亿的人 没有足够的粮食 这个数字 其实是超过 美国 加拿大 加上欧盟国家人口的总数 每六秒钟 就有一名儿童 死于饥饿 或相关的原因 每天 有两万五千人 包括成人和儿童 死于饥饿 以及各种相关的原因 在开发装国家 就有9.07亿的人 现在这个时刻 正在挨饿 所以你如果看见 饥饿的问题 很多我们这些亚洲 很幸福的 在中国 台湾 在香港各地的人 其实我们可能 不至于到饿肚子 但是你知道 在其他世界 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 现在的确 这些数据上讲 现今就有9.07亿的人 是吃不饱 穿不暖 现在正在饿肚子当中 所以我们看见 整个世界 联合国 面对这个饥饿的问题 是一个相当大的议题 接下来 下一个指标 我们看见的是地震 他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我们一起来看地震的数据 我去查了一下 关乎世界记录 五级以上的地震的次数 在第十四季的时候 有记录的五级以上的地震 大约有32个 十一世纪的时候 50个 十二世纪的时候 84个 以此类推 我们看这个 显示上面的数据 你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 一个很清楚的指标 地震的次数 五级以上地震的次数 是不断地在增多当中 一直到十九世纪 有记录的五级以上的地震 一共是2199个 几乎是十八世纪的三倍 这是十九世纪 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见数据是2199 我们在看到二十世纪的时候 更不可思议 光是从两千年到2007年 五级以上的地震 一共有记载的是12396个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看的一个曲线图 要把这些地震的次数 跟这个年份 这个世纪来算的话 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增多 但是它不是一个直线上升 它很清楚的是一个曲线的上升 好像是我们讲的这个抛物线 换句话说 时间越接近的时候 这个地震的次数越频繁 越严重 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世代 很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了 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数据 我们刚刚的记录是到2007年 你如果还记得 很多人可能在新闻上面有看见 2008年的时候 中国四川的汶川的大地震 在一次地震里面 死亡了六万八千人 在2010年海地的大地震 在一次的地震里面 有20万的人上升 所以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 到2011年 刚刚是2010年 2011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 在日本的这个大地震 我记得我去访问日本的时候 一个日本的牧师告诉我 这是这一次311的大地震 给日本带来极大的震动 甚至在这个官方的记录说到 这一次的大地震是日本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日本遭受最大的痛苦和危机 所以到如今 2011年的这个地震 都还在影响着日本全地 这是2011年 接下来我们看见 2015年在尼泊尔的大地震 八千人的死亡 接下来我们看见 在2015年10月 阿富汗的大地震 甚至在2016年 我们宝岛的这些弟兄姐妹 可能还记得 在小年夜的时候 台南的大地震 南台湾的大地震 所以这些地震的这些信息 似乎都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都还没抹去 可是这些信息 不断地需要被更新 因为不断地有更新 更多更重要 更严重的这些地震 正在发生当中 最后我们看见 2016年8月24号 在意大利的大地震 所以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按照 这个地震的次数来看 我不晓得 你是不是感觉到 富人在生产之前 那个震痛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紧张 下面一个经文 我们所看见的 耶稣讲到说 产难 就是他说 当有这些现象的时候 还不是生产的时候 只是一个现象 只是快要生产 还不是生产的时候 什么时候 才是生产的时候呢 经文里面 很清楚地讲到 24章的14节 讲到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令人兴奋的 一个信息 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世代里面 宣教机构统计出 在2020年 福音将传遍 世界238个国家 已经6000个种族 2000个语言 2000多个语言 另外在 Campus Crusade 就是学员传道会 可能是当今世上 最大的宣教机构之一 他们的总裁 Steve Douglas 他在2008年 一次The Call to All 全民命招的 在佛罗里达的 一个会议里面 他向大众宣布说 在他的有生之年 也就是在十年之内 我们会看见 大使命被完成 你知道 他并不是一个 年轻的小伙子 他是满头的白发 当他说 在他有生之年 可能在十年之内 我们会看见福音传遍地集 那么在观众 在电视机面前的 这些观众 弟兄姐妹 你觉得 你能不能看到 这个事情发生呢 我相信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 到2008年年底 福音已经传给 40亿个人 全球有232个国家 以及地区都有教会 圣经也翻译成 2000多种语言 让全世界98百分比的人 都有机会读到圣经 我们其实正处在 教会历史中 大收割的时期 1800年初的时候 整个宣教的运动 全球大概有75%的人 没有听过福音 但是到如今 其实全球 只有剩下 大概25%的人 还没有听到福音 所以你看见 其实这整个福音广传 福音传遍地集的日子 借着科技 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 我相信 福音广传到地集 已经在我们眼前 正要发生 我们仍然看见 在基督教的 一个很重要的 Jesus film 耶稣的电影 这个电影 已经暴增 有38亿的人 看过这个电影 换句话说 至少有38亿的人 听过福音的信息 Wikliffe Bible Society 就是Wikliffe圣经工会 他们有一个 2025的意向 一开始 他们是要18天 完成一个语言的翻译 就是圣经的翻译 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 因为科技的关系 速度加快 到一个地步 他们能够五天 就翻译完 一个一种语言 所以感谢神 我们看见 种种的迹象 在告诉我们 福音已经要广传了 所以我相信 在我们 电视机前 或者是在网路上 收看的 听到这个信息 很多的弟兄姐妹 但愿你也起来 参与在这个福音的 广传的这个行列里面 因为耶稣要来的脚步近了 或许我们就会参与 在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工作当中 接下来 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当他讲到说 生产之难 接下来他讲到 什么时候会生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 他甚至连 耶稣来的那一刻 他都已经描述出来了 第24章的 30节到34节 他说 人子的兆头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大有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接下来他说 你们要从 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 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静了 这样 你们看见 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静了 正在门口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以前我念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其实念不懂 我以为耶稣在讲的 无花果树 发嫩长叶的世代 他说这个世代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要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明显 耶稣基督 没有在 门徒的那个世代 就再来了 所以他指的是 什么世代呢 这个世代 他说这个世代 还没有过去 以上所描述的 这些事情 都要成就 他指的是 哪一个世代呢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要从 无花果树 来学这件事情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重要性 我们说以色列 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 symbolic language 就是所谓的 象征式的语言 换句话说 你听到一些 象征式的一个 符号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在讲什么 比如说 我如果讲 神的羔羊 你一定知道 我们讲的是耶稣 我今天如果说 鸽子 你很快地会想到 我们讲的是圣灵 所以圣经里面 的确有一些 象征式的语言 那你知道 无花果树 在圣经里面 指的是什么吗 指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很重要的主角 就是以色列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以色列的symbol 以色列的象征 用三个树来代表 第一个树 是葡萄树 vine就是葡萄树 葡萄树代表的是 以色列的 spiritual privilege 就是它的 属灵上的特权 第二种树 就是无花果树 代表的是 以色列在 natural privilege 就是它的 天然的一个特权 第三个就是 Olaf tree 就是橄榄树 它所说的就是 以色列在宗教上 的一个特权 所以你如果看 甚至在很多的地方 提到无花果树 指的就是以色列 你如果看 耶利米书24章 四到八节 路加福音 第十三章的 一到九节 以赛亚书第六章的 九到十三节 但以理书的 四章的二十六节 当他提到 无花果树的时候 其实这些百姓 很清楚知道 指的就是以色列 所以当他讲说 你们要从 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 当树枝 发嫩长叶的时候 换句话说 耶稣说 你们要看 以色列 什么时候 无花果树 发嫩长叶呢 你们如果住在一些 有寒冷冬天的地方 你知道到冬天的时候 树木好像会枯死 好像没有生命了 但是到春天 夏天要到的时候 这些树木会开始 发嫩长叶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的整个历史 经过了亡国 几千年之后 竟然以色列 在极度不可思议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六百万的犹太人 被屠杀 竟然在1945年结束 经过了三年 就好像耶稣基督 死扣三天 奇迹式的复活 以色列竟然在1948年 奇迹式的复国了 你知道 当我们看见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他说 当你们要看 看到这个无花果树 当无花果树 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这些事情 就知道人子进了 就在门口 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有一些圣经的学者 并不同意 这个无花果树 指的是以色列 因为他们说 在路加福音的 21章的29节到31节 耶稣也是在讲 末世的信息 但是他在那里 特别提到说 无花果树 和其他的树 那么你知道很有意思 无花果树 还有其他树 可能指的 还有其他的国家 我去查了 联合国的数据 你知道 在1943年到1980年之中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 全球一共有96个国家 包括以色列在内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或许宣告独立 或许宣告成立成为国家 所以你从这个数据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无花果树 和其他的树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这个经文看起来 无花果树发嫩长夜 无花果树复活 无花果树再一次呈现的时候 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世代指的是什么呢 有一些人说 一个世代指的是十年 一个generation指的是十年 一个世代指的是十年 如果是1948年加上十年 1958年 耶稣没有来 如果一个世代是50年 1948年加50年 1998年 耶稣也没有来 如果是60年或者是70年 我们说70年好了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 人的一生的日子 是70岁是80岁 如果是1948年加70年 2018年 耶稣会不会来 接下来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如果从整个圣经的 这个描述来看 圣经里面描述 一个世代 从来没有超过100年 换句话说 如果1948年 这个世代加100年 就是2048年 什么意思呢 我并不是要叫大家 去推算耶稣什么时候来 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可是圣经说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有没有告诉你 那一个世代 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 其实答案是很肯定的 他已经告诉我们 那个世代 是清楚可以知道的 如果从所有的圣经的记录 所有圣经的描述 所有圣经的预言 加上今天我们所看见 整个世界的走向 其实我们不难明白 我们很可能 应该就活在那个世代了 你知道接下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 刚刚的这个经文 我们如果继续念下去 大家有很多的疑问 耶稣继续在讲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走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因为耶稣好像 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绝对不能废去 所以耶稣几乎在 为自己打包票说 这个话语一定会成就了 接下来他说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个 好像一个contradiction 有一个冲突呢 到底耶稣说 我们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仔细去看 耶稣说那个世代我们知道 但是那日子那时辰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看见 我们应该就是活在那个世代了 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我们也就是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子 那么挪亚的日子呢 我们就要来看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 我请大家看到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 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这个经文 我现在不全部的重述来念 但是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他讲到挪亚的世代 你知道挪亚的日子 挪亚是一个 是一个被神拣选 在带出救恩的人 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救恩的举动的一个人 你如果看见挪亚的身世 挪亚的父亲叫做马吐萨拉 挪亚的祖父叫做以诺 以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因为他在圣经里面 唯有两个人没有见到死 他们就是被神直接提走的 以诺是直接被神提走的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世代 我相信这个家族 一定在当时的世代 相当的轰轰烈烈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人 是被神接走的 没有见到死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当时的人 的人名都是有意思的 你知道挪亚 你知道马吐萨拉 是什么意思吗 马吐萨拉是以诺的 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 这个重要的艺人的儿子 他把他取名叫做马吐萨拉 根据圣经的学者研究 马吐萨拉的意思就是 死后会有审判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时世代的人看见这个艺人的家庭 生了一个儿子 把他叫做死后会有审判 他的名字就叫做死 我们现在听马吐萨拉 只是一个翻译的名字 就像我们听见雅各 雅各的原意是抓 马吐萨拉的意思就是 死后会有审判 你可以想象 这个艺人生了一个儿子 把他叫做死后会有审判 全村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 这个艺人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死后会有审判 所以我们看见 马吐萨拉生了拉麦 拉麦生了挪亚 所以我们看见 当挪亚的世代 马吐萨拉仍然活着 但是这整个世代的人 都叫他死后会有审判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世代的人 到底有没有听见 一个神要对那个世代 所说的先知性的信息呢 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你知道神非常的有怜悯 他讲到说死后会有审判 马吐萨拉根据圣经来说 可能是整个人类世代 活得最长寿的一个人 他活到969岁 很有意思的 你如果去看 马吐萨拉死的那一年 我们去看这个图 以诺65岁的时候生马吐萨拉 马吐萨拉187岁的时候生拉麦 拉麦在182岁的时候生挪亚 所以我就很好奇去查了一下 算了一下 从这个图上去查了一下 马吐萨拉死的时候 挪亚几岁 当我算出这个数据 大家可以从这个图表上面 看到这个数据 马吐萨拉死的那一年 挪亚正好600岁 如果我们继续看到圣经 第七章的第六节 创世纪第七章的第六节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挪亚整600岁 换句话说 当耶稣说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子 挪亚的世代 那一些人是不是完全不知道 会有审判的来到 会有一个神的 一个神的手 主要是的审判 对那个不义的世代的审判来到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那时的人 并没有听见这个信心 他们照样吃喝嫁去 我相信神在这个末后世代 要兴起一群很重要的人 如同施洗约翰 他们要听见这个末后世代的信息 他们要起来 对这个末后的世代 传讲一个很重要先知性的信息 就是约书基督的再来 并且来帮助这个世代 来预备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的教会 神的百姓 并不是一个很无辜的 很无奈的受害者 你如果看 我们再继续会在下一节的里面 讲到整个启示录的导渡 我们看到神的整个心意里面 其实神是呼召他的百姓 来与他同工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末后世代的灾难里面 其实或者是这些审判里面 其实那个审判 是针对敌基督国度的审判 而不是针对神子民的审判 所以当神的百姓 有一个paradimeship 有一个转换的思维的时候 知道我们是受被邀请的 知道我们是受拣选的 活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世代 我们就知道起来 怎么样预备这个世代 预备百姓 也更愿意在这个世代里面 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性的时钟 我们时代性的时间表 又知道看见以色列的复国 知道我们正活在这个一个 荣耀的世代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行为要起来 要与神的时间对上 借着这个信息来鼓励大家 我也相信在接下来的 一连串的幕后的信息里面 我们要来预备这个世代 预备百姓 预备神的肢体 一起来预备迎接 那荣耀耶稣的再来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新的道路 因为是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愿意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